当你没开过这俩车 你会认为本田CRV很好 当你开完试过这两款车了 你会认为奇瑞瑞虎8L 完全要碾压本田CRV 要甩它好几条街 如今的本田CRV 它走的是低端的一个路线 1.5T地球梦发动机 买发动机送车 是吧 一个CVT变成像 隔音隔音不行 底盘底盘质感不行 车人安全 车人安全不行 皮薄 失去代步还可以 跑高速过了84公里 100公里时速 什么烂马气道的隔音底盘都不行 而奇瑞瑞虎8L 你要说瑞虎8PLUS 瑞虎8PRO 和本田CRV能打个平手的话 我还勉强能够接受 其实也比本田CRV好 瑞虎8L绝对要甩 本田CRV两条街 无论是动力上 20T发动机 也一样皮色耐用 而且加92汽油 254的一个马力 390的扭机 比你强太多了 而且匹配符针的8AT并不强 奇瑞的这个符针8AT 我告诉你啊 换的轮迹很好 平衡性也行 耐用性是没问题的 有人说 目前看换档可以 耐用性不行 交给时间 我告诉你 AT变用性 结构导致它的耐用性不会差的 就像以前三冬的胜锐 也许换的轮迹不行 但是质量没有任何问题 能有助 所以说奇瑞的符针8AT 不可小看 它就是来取代 现在的这个格萨拉克 还有上级柳洲的 七档四双离合的 没问题 包括瑞虎8L 也用上了车机的 8AO的一个骁龙芯片 车机反应也更加快速了 那么内饰的受供用料 也非常非常好了 整车的装车工艺也非常好 隔音静音 底盘的质感 还有跑高速 适去代步 以后也不高 质感都要完全好于本田C2V 如今 这个15万左右 或者1310万 买SUV车型 现在是瑞虎8L 或者是在这个哈尔佛S6 第四代 都是首选车键 谁在买什么荣放C2V 那都是晕大头了 知道吗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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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